字幕提供 只要一步驟 輕鬆踏入骨骸 有操作的方法 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隻 加入大附羅盤 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籌碼動足先稀 懂能掌握直線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戶輪玩的盤侯簡版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在這邊 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都可以 操作順利 都可以賺大錢 好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73點 歐利西 小漲0.01點 但同朋友 其實今天大盤是漲的 不過我相信其實對於指數的看法還是一樣 現在都什麼 現在都是在高檔整理來整理去的 整理來整理去的 這個指數它不是重點 重點是目前在維繫人氣的這個結構的部分 那今天為什麼漲 同朋友 我們今天漲主要是因為 每股禮拜五大漲 對不對 其實上禮拜的每股 禮拜一到禮拜四都在跌 反正每天都有事情在跌 但我相信我們就每天每股跌的理由都跟大家說明 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那個都不是什麼太大的理由 那禮拜五每股漲 主要是這個 非農就業超預期 道窮跳漲近550點 但是呢 但是 道窮上禮拜的表現還是創三月以來的最差周 那同朋友 我現在我們跟大家提過很多次喔 今年不管是台灣 還是美國都是什麼 都是選舉年 選舉啦 選舉年喔 執政黨它很怕發生太重大的事情 或是什麼 危機沒有處理好變成風暴之類的 執政黨很怕這個東西 因為一旦金融市場發生比較大的動盪 那你一旦說到白了 就是怎麼樣 他可能就不用選了啦 可能就不用選了 比如說那時候小布希搞了一個金融海嘯嘛 所以呢 所以 公和黨就不用選了嘛 所以才會歐巴馬 民主黨的當上去嘛 黑人總統嘛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部分啦 也就是 政經它是議題的 那政經它是議題的話 其實上禮拜 禮拜到禮拜四 美股都一類一類嘛 對不對 表現不好 靠禮拜五來救嘛 但是靠禮拜五來救 禮拜五用什麼東西來救 它主要用這個經濟數據來救啦 非農就業經濟數據超預期啦 本來預期是18.2萬啦 但是呢 公布出來怎麼樣 公布出來是25.3萬 哇 數字非常不錯 對 多了多少 多7萬嘛 對不對 同學 你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這個 感覺起來好像有點在放 放數字救股市 感覺起來啦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喔 預期18.2萬 這是上個月對不對 但是呢 它有修正 修正什麼 修正前期 也就是我們之前疫情所謂的 校正回歸 你4月份 大幅超越預期 多了多少 多7萬 然後前期怎麼樣 前期23.6萬 它把它修正 變16.5萬 那怎麼整下啊 這邊多7萬 這邊少7萬 所以呢 所以它在幹嘛 玩弄數字啦 玩數字啦 所以這個數字 你說這個數字 會不會下個月 下個月再公布這個非農就業 它就被修掉了 有可能 有可能 不過如果說我們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就會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 其實指正當局真的不太希望它跌啦 不太希望股市跌啦 美股這邊也一樣 台股這邊也一樣 都不太希望股市跌啦 就是它會用數字來怎麼樣 用數字來救股市啊 好不好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平行看它就可以了 當然這個數字 數字超預期 然後呢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降息的可能 降息 救股市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會 忽然就不見 其實不會 其實還沒有耶 我們之前說到 如果說你從FED Watch來看 最晚 就是最早啦 上禮拜說的 就是因為上禮拜還沒公佈這個非農就業嘛 如果說從上禮拜開始喔 最早它可能就7月就會降息 當然7月降息這有點錯亂 5月還在盛息 7月就降息 真是笑耶 對 那現在非農就業這個數字出來喔 市場上一樣認為後面會降息 因為金融市場 小銀行出了問題嘛 不過這時間點喔 有稍微往後面一點 比如說這個是9月份的 現在是5到5.5嘛 對不對 那9月開始喔 這個是差不多5成 5成的部分認為 9月份基本上會降息 也就是4.75到5 然後呢11月 11月再降一次喔 就是4.5到4.75 也就是說 在上禮拜本來大家預期 下半年搞不好降到1% 1%啦 1%就是4嘛 那如果說你現在來看的話可能怎麼樣 就是這個降息預期還是在 不過呢 不過就是它可能往後延 就是延到9月份跟11月 然後呢各降1馬就變成降2馬 所以呢所以說真的景氣還是怎麼樣 對於美股的景氣啊 美股檢氣當然我這種還要持續觀察 你不能說這個數字哇數字非常好 這就一定會一定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有好不好 都沒有啦 因為這個 這是會效證回歸它會修掉的啦 然後你說那個銀行的問題 那銀行問題 美國不會讓它變風暴啦 你可以放心啦 它不會讓它變風暴 不管後面再幾家什麼小銀行島 什麼西太平洋啊什麼西聯合銀行 反正不管出再多這種中央銀行 絕對都不會聊一鬥啦 不會讓它變風暴啦 好不好就是今年選舉年啦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你就知道 你有壓下來基本上你要怎麼樣 有震盪壓下來基本上要偏多看 好不好基本上要偏多看啊 那偏多看的話 回那個就股票方面喔 那個我們連結上禮拜說的 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 有一些股票要見好就收嘛對不對 好見好就收 那其他的有些你還可以留意啊 比如說像這一組喔這一組的股票你要怎麼樣 這一組的見好就收嘛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示範中華生嘛 對中華生100塊這邊者數關卡 可以跟他說再見的啦好不好 那要還要呢要還要 要還要從頭到尾都很弱嘛 不是說到不好啦 就是他現在不是流行款啊 他不是流行款那這一組已經漲到 有點漲不上去了 所以可以幹嘛可以見好就收啦 那剩下你要看什麼 你可能要看大樹這一組啦 因為目前話題上喔 甚至這一組話題正熱是在這個藥局的 那這個藥局的話 如果說你用今天來看的話 大樹在創新高對不對 杏伊藥局 杏伊也在創新高 那這兩支比較高價的 在創新高的話 拉到本益比的話 那當然比較小隻的 比較小隻比較便宜的 你就可以看聖銅嘛 其實就這些藥 那個醫藥股來看 就是那個藥局股啦 當然有什麼大樹啦 有杏伊啦 甚至還有轉投資嘛 釘釘藥局的那個架式打 就是很多啦很多支啦 甚至還有什麼轉 有什麼轉什麼聲打 那些優勝全部都是啊 都是有轉投資那個藥局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就這些藥局的部分來看 你再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覺喔 其實只有一支啊 只有一支它是怎麼樣 它是在整個體系 它是做上線有整合的啦 也就是它有醫院 有醫院啦 有健保的 那個健康醫療的 保健醫療的 有醫院 然後呢 那個有健康醫療的 然後什麼 還有 還有這個嘛 還有藥局嘛 就是它是可以一條龍的啦 一條龍的其實只有哪一支 只有一條龍只有聖龍而已啊 它有醫院嘛對不對 有長照嘛 對 有健檢嘛 然後弄一個什麼 智慧醫療層嘛 就是以前那個品看酒店嘛 在桃園這邊嘛 五星那個高檔飯店 魚浪集團的嘛 對把它買下來 然後改造成什麼 它改造成那個智慧醫療層嘛 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從上下游的整合來看的話 其實只有一支而已啦 一支是 比較有機會的啦 如果說你要講到什麼 後面的智慧醫療 AI的部分的話其實 應該沒什麼可以選 可能就它而已啦 好不好就它而已啦 聖龍啦 然後聖龍的話 其實就下面這邊嘛 下面有些轉頭子 反正就整掛的 整掛都它的啦 好不好這個有空 你可以自己研究啦 但是我要跟他提就是 如果說你比較操作面來講 目前的生技類 生技這邊喔 族群現在移到哪裡 族群性不是在新藥啦 也不是在學民藥啊 族群性在藥局這邊啦 所以呢你可以 繼續往這邊去觀察 好不好 那除了這部以外 今天充電裝很強嘛對不對 充電裝嘛 一大堆嘛 你說那個華晨 華晨跟麥拉倫對不對 那中興店它有自己都督房 然後呢 也要弄那個大型的充電站嘛 對不對 都督房這邊嘛 然後你說飛鴻的部分 飛鴻是跟英國的殼牌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 1503的四電 四電是跟什麼 四電是跟頭油台的弄充電裝嘛 對 然後今天那個建機也漲停嘛 建機洪氣集團的嘛 對 為什麼大漲 為什麼 因為它切入充電裝什麼 它切入充電裝的那個 那個主機嘛 另外這張是全台 這我們跟大家分析 分享過了 全台怎麼樣 上禮拜創新高壓下來 結果呢今天呢 今天就上去了 因為大家都創新高 它不創新高好像也 也不太對 因為它也是充電裝的嘛 它的那個面板嘛 它的那個充電裝的面板 基本上打去EV bus嘛 所以你可以看喔 因為其實 今天也不只我們漲充電裝 中國這邊也全部都在漲充電裝 因為 電動車是後面的趨勢沒錯 但是呢 現在充電裝不夠 不夠啦 所以呢 所以會有里程焦慮啦 所以就是不夠的話 其實這是目前充電裝 它是全球都在推的東西 那全台都在推的東西的話 當然如果說你用竹林系統 你設備票當然可以設嘛 但如果說你用那個 稍微有理性的去分析的話 其實很多股票都15倍以上 甚至有些 比如像飛鴻好了 飛鴻這個本益比還算得出來 你去年沒賺什麼錢 那股價已經拉上去了 這本益比更高 好不好 當然大家都認為說 今年會賺錢 或者說後面會賺錢 也就是其實股票在漲 漲一個後面的那個 想像的那個預期的這個空間 如果說你要從那個獲利面來看的話 其實本益比低的其實就 就全台吧 那全台是可以看的啦 這我跟大家分享過嘛 就去年賺2.83配1.6 這質疑多少 不是5%以上嗎 5%以上基本上就是下檔有保護 那有保護的話 你看他第一季 第一季他已經公佈賺0.6 你看沒錯吧 第一季公佈賺0.6了嘛 公佈賺0.6的話 你第一季的營收基本上成長了嘛 那去年公佈第一季0.6一次同期新高 所以呢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推估 他可以賺3塊以上 今年啦不要說3塊啦 就賺3塊就好了啦 賺個3塊OK吧 對比去年成長一點嘛 那如果說你賺3塊的話 那股價股價本益比11倍 你跟那些其他充電莊來比的話 那本益比很多都是15倍以上的 本益相對低嘛 你下檔有質疑保護上檔 這個質疑率基本那個本益比又低 那本益比又低的話 大家都在重新高 他選這種可能會稍微安全一點的嘛 就是你早有獲利數字的啦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像這個 我記得禮拜五 我跟東盛年天的時候 我也是講這一支啊 安全的啦 對不對 然後呢也講這一支嘛 對吧 所以呢所以 所以 所以你有看節目 有跟到單的要賺錢 那要恭喜你嘛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投信啊 因為現在5月了嘛對不對 5月6月份基本上投信會作賬嘛 但是你不要等到6月底啊 因為有 投信基本上拱一拱 搞不好有時候6月中他都幹嘛 他就要落跑了 那現在他也在拱的 我認為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啦 這個 本益比 本益比11倍啦 今年賺11塊啦 反正這杯孤啦 去年7塊9嘛 那今天賺個11塊 賺個11塊 賺個11塊的話 目前股價還在110幾 那本益比11倍 11倍 太假啦 好不好 然後投信基本上這邊也有 做建立部位的動作 大廚主比也是這種上升 所以像這種 就是乖裡面很大的 我基本上你都可以怎麼樣 你都可以做留意了 好不好 好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其實如果說就指數的話 當然指數回應我們之前 他不會動 他就整理來整理去而已 他不會動啊 對你從1月底到現在 他都不會動啊 就是你用絕對位置來看啊 絕對位置 那1月底的時候不是154 15493嘛對不對 現在就差不多這附近嘛 整理來整理去啦 可能還會整理很久 那維系人器的 完全是什麼 維系人器的 完全是購物表現跟題材股 所以呢 所以在現階段 我認為就是你要把題材股 給他找出來 把題材股找出來 然後呢 如果說有殖利保護 然後呢 那北印比又偏低的 然後反而又在琢磨的 我認為像這種就是比較 安全的標的 安全標的你不用那麼追高 啊今天這個好強 我追一下 我追漲停板 那迷你會不會漲停啊 如果沒漲停的話 我怎麼知道 我這樣是要怎麼樣 走到要死 好不好就是 你只要知道你在買什麼東西 其實怎麼樣 其實你就應該可以比較 平心的看待近期的 個舞表現啦 反正就是指數不是重點啦 重點我原來在 在股票啦 我在題材股的部分 也就是 內資還在啦 就內資盤啦 好不好 有差方法就有獲年人 另外就有下一次 但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鈴鐺 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董族先機董男掌握機線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015號